人際,一群暴動的市民 因為這些都是一些不好的記憶 對於香港來說 大家好,我是Garia 現在來雨傘已經過了4年 今天就不如我們一起去跟學生聊天 究竟現在過了4年 學生還知道什麼是雨傘呢? 走吧 黃傘這個代表什麼? 黃色的,即是那個 那個叫什麼? 佔中 佔中 真人忠實 那個運動 港動 不知道 雨傘革命 是一個好像公民購買的運動 人際,一群暴動的市民 拉寶 好像不就要川普選 想讓政府知道他們有一個訴求 但是政府一直都沒有去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才要佔領 不知道 不知道 那時候還沒來香港 還沒來香港 你要留意 你坐著後方說一些話 學校有關的 知道嗎? 喜歡健身 對六八九不滿 要普選 民主 爭取民主 香港人民 不想借過千二人去選 普選 怎麼聽過? 老師教的 新聞 新聞看過 新聞 新聞 爸爸媽媽來講 他們都不讓我參加什麼佔中 所以都沒有去了解過那麼多 怕我會學到他們那麼快 老師有沒有說過一次?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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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不會說這些 老師應該不會教的 常識課有說過 佔中 他們有好處有壞處 沒有說明佔中是要來做什麼 那你怎麼看自衛中? 不用回去很開心 你可以和平地去抗爭 但是不要去打架 那你覺得如果要抗爭 應該怎樣才是和平? 市民這樣說 不要去打警察 不要了解 如果是了解過之後 都會忘記 因為這些都是一些不好的記憶 對於香港來說 搞到一些類似街坊 又不能走路 又不敢出街 怕被人丟到 例如磚頭 可能會丟到一些人 其實那時候是沒有磚頭的 對 磚頭是用胡椒噴霧的 很恐怖 黃絲帶代表什麼? 支持雨傘革命 支持佔領中環的人 藍絲帶呢? 藍絲帶 幫警察 你們會覺得自己是哪個絲帶? 黃絲帶 和平 和平 綠絲帶 綠色的和平 綠色的和平 中立 都是中立 不贊同的原因我又沒有 中立 中立 想來 我不想參與 為什麼不想參與? 我覺得很麻煩 很麻煩? 偏黃 為什麼偏黃? 現在的普選制度是中央選了 我覺得那不是真正的普選 而且遲些自己都會做公民 都想自己可以選擇 如果你一陪 自由和民主 一人一票才能選擇自己 原本最想選擇的 可能淘汰自己想要的 最後才能逼越無奈 可能這三個原本已經是 親中一些 像中央委派的這三個才選擇 原本投出來的行政長官 其實沒有那麼民主 做自己覺得自己適合自己 對 不想開心的 你我 就是漂亮 不想開心的 就是漂亮 可以隨便